汽车大舞台,有胆你就来 就这个地方,看似没有难度的一个上坡 如果下起雨来,要考验的不是驾驶员的技术 也不是车辆的性能 副驾驶电端的速度,才是车辆能否通过的关键所在 这是位于印尼的一条货运主办道 南来北往的车辆都要经过这里 下雨天每辆车都行驶得非常谨慎 你看这辆小日子的三菱货车 装满货物从远处缓缓使来 快要上坡的时候特意绕了一下 一看就是老司机,这不就轻松上来了吗 远处又驶来了一辆再满货物的卡车 虽然这一车货物不轻 但是这个司机却非常自信 静止就往坡上开了过来 前轮刚上坡,副驾驶就发现了不对劲 下车的同时,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砖头 垫到后轮底下,可惜准备的砖头太小 完全无尽力 但是,副驾驶捡砖头的速度已经跟不上车辆倒退的速度 拿着手里的砖头,眼睁睁看着连车带货翻到了沟里 虽然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后面这辆车还是要试一试排气管帽的黑烟 车辆家族马力冲了过来 刚才的一幕再次上演 副驾驶这个老六反应够快可是忘了拿早就准备好的砖头 竟有几分淡定的看着往下退去的车辆 这可吓坏了刚刚翻车的哥俩 也幸亏这辆车在去年做了大保养 司机也是踩住刹车不松脚 车辆就这样硬生生的停了下来 副驾驶这个老六此刻才想起来 把砖头还放在驾驶室里 而翻车的哥俩早也搬来了大十块 变到了后轮 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俗话说 众人石柴火焰高 吃瓜群众都围了过来 你一块我一块 我一会的功夫轮胎后面就堆满了石头 这辆车已经是插势难飞 既然车没翻 那就一切好办 在这里等待拖车就行了 当然作为同行 这辆车的司机还不忘了 喂一下翻车的哥俩 真是欢难见真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